一堵高墙挡住自家的大门 真的是狗断动难 说的那一句我是留给狗走的 九年多的时间 它成了一堵拆不掉的墙 动手拆的话 少不了就是一个机器冲突 多年后终于进入司法程序 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执行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拆不掉的墙 这是广东省东莞市东城法庭的一次强制执行 在这次执行行动中 法官和法警们要强行拆除一堵墙 这是一个向道 向道 不应该是你建东西的地方 但是他建就可以吗 他建如果你认为是违法 违章建筑的话 你可以依法去申请综合执法局 对它予以拆除 事实上 这堵墙从2008年2月就立在了这里 九年多的时间里 这堵墙给申请执行人一家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堵墙被拆掉的时刻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法院的一次强制执行 这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呢 是老原家的两个儿子 这个被执行人呢 是老原家的邻居 这执行啊 听上去一点都不难 法官法警们要强行拆除的是一堵墙 也就一堵墙 可要真执行起来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墙 十多米长 三米多高 这墙已经在老原家和邻居家中间 挺立了九年多的时间了 就因为这堵墙 老原家一家人的生活 那出行那真叫苦不堪言呢 就为这堵墙 邻里之间这些年也是纠纷不断 原志彪一家住在东莞温堂 2008年2月的一天 他们家的大门口被人砌起来一堵十多米长 三米高的砖墙 8年2月03 就3号开始建 4号就顾了公园 一天就建起来 原家原本的大门正对着邻居方莉莉家的后院 中间的巷道通向街面上 而这堵墙正好立在了巷道的正中间 就这样 原家的老老小小 根本无法从这条巷道上经过 你说这个墙胆子的话 说真的一个就是可能心里不舒服 其他的你说风水上的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都也不太迷信这东西 只是这个墙胆子 这是我们的出行影响的 我们看到 这堵砖墙与原家大门之间 只留下不到半米的空隙 成年人必须侧身 或者蜷缩着身子钻过去 当时我儿子出刚 就是刚满 差不多满月吧 六个月左右 我妈就背着他在那个墙出幼 我就拍了一段视频 真的是刚刚好 真的是狗砖动难 就好像他们当初刺场说的那一句 我是留给狗走的 提到这些年的生活 袁治标说实在是憋屈 甚至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我们有想过去把这个钱给拆 之前的一些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去动手拆的话 少不了就是一个机器冲突 袁治标说 他们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个村 他跟弟弟是各自成家 各自生子 但是都没有搬出这栋祖宅 他们还是跟父母共同居住 现在一家三代住在一起 那老袁夫妻俩正是安享晚年的时候 安享晚年啊 最近这十年 什么安享晚年 连进出自己家门都得缩手缩脚的 而且这墙 想拆都拆不掉 都不敢拆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啊 说老袁家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被人报复啊 老袁一家人说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 这一切都源自我们跟邻居方丽丽的一段过节 原志标和方丽丽是同村人 两家人就隔着一条巷道居住 提起气墙的事 方丽丽一家说 是因为不满原志标建房时 侵占公共通道 出此下策实在是身不由己 只好以非法对抗非法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矛盾呢 被执行那边是认为申请执行 霸造了三米的巷道 把它围起来了 所以被执行是为了不让他继续把巷道来霸装 所以就建了这堵墙 避免让它建出来 占用巷道 从影响我的采光权跟通风权 跟消防安全这三点 原志标却不这么认为 他拿出了向村委会购买土地的收款收据 声称他建造围墙所占用的土地是合法的 侵占公共通道根本无从说起 大臣的正义点 还是对于那个地块的一个认同的问题 然后老村长就说 这个事我是认同的 这事情其实我是知道的 然后这26你就不要争了 就款回我爸 剩下多余的地 就有生产队帮你铺好 这样一个一小段的一个条件 然后双方也把一些视节也说了 然后大家都没问题了 然后签上名的 这是一份签署于2007年11月的协议书 是原指标方立立造一第二股份设三方面签订的协议书 该协议书上著名 公用道路上双方不准堆放垃圾和其他杂物 使用此门前道路时可进出及停放汽车 但不能堵住路口 而方立立的弟弟却说 虽然原指标购买了一条三米像是事实 原家可以停车 也可以通行 但原指标却把购买的这三米像画进了原家的花园 这种贪得无厌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 它里面的旧规划的三米像道 它也围起来建起来了 爱依地方情面 当年我们也没有提出意义 实际上像这种情况的话 它是占用了六米的像 其实我现在只是让它尊重当初的规划 今天能建围墙 那明天能有建筑物出现 这样的话 争端无了无休 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 就是因为像道的归属权问题和使用问题 原本关系不错的两家人 矛盾越来越激烈 因为争执无法得到解决 2008年2月3号早上 方立立一家拉来砂石等建筑材料 堆放在原指标家门前 然后我爸就七点多钟 就听到声音不对劲了 然后出去看 就把那个四尊那些人就赶跑了 他就卸到他自己那个地台那里 然后我爸就跟他在对骂 两家人都没有想到 本来只是一场口诀 却逐渐动起手来 双方当天因此闹到了当地派出所 然后那个被指标家就看到我在拍 结果怒气冲冲地就在地上捡几个石头来砸我 然后我本能地就把它制服 我也报了警 然后民警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录口供 就在原指标在派出所的同时 方丽丽的弟弟等人赶攻弃墙 期间村里相关负责人曾来调解 但没有奏效 当天中午又有四个建筑工人到现场继续施工 2008年2月4号 这堵长达十余米的砖墙 就竖在了原指标家的大门前 他们就好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 很得意的 就说我非得要把你拦住 不让你出行 就这样子一个过程 我觉得他 这个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因为一个地块 一个政治的问题 反而就变成了 就是他对我们一种报复的一个行为 面对专墙党门出行困难的状况 原家父子找过村里的负责人来解决 现任温唐造一第二股份 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的 原汝心 这些年曾经参与了两家纷争的调解 然后当中我们都要去跟他们两家人 就是学乡 就是劝到他们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样不一事 就说你把墙拆掉 你把那个围起来的地方拆掉 大家勿认就是邻居 以后就不要再吵架 但是因为可能个人 他们两家个人观点还是什么 意见不一样吧 可能就一直没有达成我们跟他们讲的这个协议啊 这种事情 随后在原志标向有关部门投诉后 东城区政府部门派人对该围墙进行了拆除 但是围墙在拆除了一半时 方家的人出来阻挠 就没有拆除完成 在之后九年多的时间里 拆除了一半的围墙 就这样搁置在那里 九年多以前 这墙拆了一半 就没下文了 就搁置了 原家父子 还有方家 这些年为了拆不拆墙 怎么拆墙 那是互不相让啊 一个说 你们家先占用了巷道 我这是被逼的 这叫自卫反击 我给你修堵墙 也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另外一个说 咱们不是有协议吗 而且这巷道 那是我从村里买的 我不存在占用的问题呀 现在你修这堵墙 那可是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影响了 2015年 袁志彪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方家拆除围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力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处理 节水 排水 通行 通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现被告方莉莉等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 拆除巷道中的围墙 并将所有砖块搬走 一审判决后 方莉莉提出了上诉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2016年10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我拿到终审之后 我就按照流程申请了一个执行吧 然后也对方也就是执行厅也发了相应的一些执行文件 给他要求他们去拆除 但是一直都没有动证 当时送了一次执行厅之后 他们没有行动 我们再送一次 希望他们能主动拆除 也借此去跨解双方的矛盾 但效果确实不太明显 为了说服被执行人方莉莉拆除围墙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法官 多次到村里来调节此事 在08年拆迁的时候 情况也是类似这个样子的 所以在这一次出动之前 我们也准备了大量的警力 除了我们法院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外 我们也要求当地的村委会 还有这个治安队协助我们 2017年7月27号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拆除了 方莉莉一家在巷道内所建的围墙 恢复了巷道的通行 原家这场历时将近十年的通行权纠纷 也终于有了结果 拆完墙只是说我们这个案件解决了 但是对一个案件效果来说 我解决了这个案件 如果不跨解它这个纠纷 很有可能 被执行人这边过一段时间又弃一个墙 那他们到时候又来一个诉讼 那么这无聊要齐的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矛盾一直放在这里 所以针对这种比较特殊的 矛盾比较击块的案件 我们法院也尽可能去想办法去跨解它 法院强制执行那一天 街道上来了很多人 在村民们的注视之下 这堵存在了快十年的墙 终于被推倒了 方家和原家跨度快十年的纠纷 那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你要说这个案件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根本就不算 它就是一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 一个关于建筑物的纠纷 但是方家原家在这些年间 为了这堵墙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物力和财力 一个说对方违贱啊违贱 那我就以毒攻毒 我想一个另外一个违贱的方式 去攻击你解决这问题 另一个呢 只咬住一点 你甭管我这建筑是不是违贱 但我誓死捍卫我自己的通行权 其实啊 就在农村啊 因为占用公共通道引起的纠纷 非常常见 诸如此类的矛盾 更多的是去调解 要么就自己协商 要么就村委会拿出个方案 双方妥协一下 所以有人说 你说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非得闹到法院吗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闹到法院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比起从前那种私底下的 以暴制暴 以毒攻毒的方式 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不受侵害 这是公民意识的进步 也是法治的进步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